字幕提供 寶哥,你今天做的菜叫甚麼名字 叫江南香草魚 來自江南百花雞的做法 先做了壞鹽,糖和鹽 然後就是沙江粉 深色的五香粉 混合在一起 一入,洗乾淨 然後放一湯匙 把鹽放在外面 加少許 加密砂船 最重要是內籠的鹽 一定要混合 按一下,因為湯匙很緊張 收縮了 要扯一扯 醃到半小時 我先起了甲松 在空位置 不要硬切 拉一扯 多餘的就保留在下面 即是肉就不會有筋 對…吃起來就會… 對,不會難 這些肉比較嫩 而且不用煮太久 醃的時間也不用太久 甲不是很多肉 我們只要用空位 空位比較多 外國人也是 對 還有腿那邊 對 這個位置怎樣做呢 我們輕輕放刀 好 這樣拉扯 一扯 要做筋 是 拉出來 完成 皮盡量不要 要不然釀在乳甲上 它會飆油 一飆油就會脫 肉就全都起了 現在先把它面折 好 面折的時候 麻煩兩位幫我摘香草 好 這些最拿手 對,乳甲肉 先放在攪拌機裡 為什麼不用手刺 手刺呢 口感很好 但釀的時候 會有機會散出來 用機打, 打到它全都起膠 這樣釀下去就萬無一失 剛才說的玄西水 炭草 是 Rosemary 我們就… 切一點 不要太多 如果太多就變得搶了乳甲味 然後我們把它攪拌 攪拌 總之攪拌至黏邊 現在還沒黏邊 是 還很爽身 是 酒樓吃這個山竹 竹牛肉 對, 像牛肉球的肉漿 對, 質感 其實我也很喜歡夾 因為夾的味道比雞濃很多 對, 調味料很簡單 加少許砂糖 少許鹽 胡椒粉 麻油 生粉令膠質更強 把調味料放進去就可以了 是 然後馬蹄 現在先放進去 先放進去 讓調味料先讓肉吃了 特別鹽 是 放進馬蹄裡 水… 很厲害 我們打開它 把空氣全搭出來 然後上皮 其實上皮水是甚麼 白醋 一斤白醋 我現在的份量少一點也不要緊 加上麥芽糖 是 麥芽糖 醋可否加 兩種醋要加 醋加了之後炸出來很漂亮 是嗎? 我記得顏色很漂亮 對, 少許可以 加少許鹽酒 酒也要 讓它更香 好, 要加少許鹽糖 基本上煮用鹽糖 為準 就可以了 準了 好, 可以倒出來了 好 好, 先處理乳鴿 好 上皮前要… 如果不燥, 就這樣放進去浸 是不行的 好 乳鴿是怎樣炸都不脫 好, 現在變魔術了 一放進去, 變魔術 皮膚很漂亮, 很緊緻 對, 現在看到了… 很漂亮 很漂亮 裡面有一點鹽, 說鹽 是 不要勉強洗掉它 有一點鹽, 放進去 好 然後放幾匙匙的上皮水 一定要… 很均勻 很均勻 又按摩 對, 特別是架底的位置 還有大腿或底部 一定要有上皮水 然後用掛鉤 是 要掛多久呢? 這個皮是不黏的, 不黏手 不黏手 乾爽, 爽身的 這樣便可以了 好 對 把封位, 像生的時候 夾鬆的時候 用關節位置 再掛 一定要把它切開 切開 對 用手指慢慢刷 不要下刀 一下刀, 它的肋骨很柔 是 怕切到肋骨不太好 皮不能穿 如果真的不行, 放一點 因為它的筋也很癢 對… 西餐也有這種食物 雞、鴨會多一點 對… 現在要讓面子的乳鴿 在羊之前, 要將甲胸切十字花 為甚麼? 讓它沒有彎 好 第二, 要容易黏著面子 這三份, 放一點點在表面 不要太多 這樣會黏得穩一點 對… 接著, 養下去 中間的位置, 濕了下去 我們多放一點 多放一點 放一點雞蛋 塗一下表面 只在這個慕斯的位置 一定要放一點點 是 否則它不會黏得很厲害 放進去 一定要這樣按 讓它黏得緊一點 對… 好, 麻煩你幫我做醬 好 把酸子薑片添入水 加上蒜蓉 好, 接著要炸魚鴿 要兩層油溫 第一層油溫要到200度 魚鴿表面有糖 我們要先將糖攪拌 真的有反應 一夠油溫, 變白 一變白, 即是糖可以攪拌 是 變白了 對 對 一變色, 糖就能鎖住 否則魚鴿炸出來不脆 好 把這個凍油倒進去 現在這個溫度去到8-7度左右 接著我們就… 我覺得中菜有一樣東西很厲害 就是你從來都不用說… 溫度計 溫度計 對… 手機已經感覺到溫度 溫度, 好 好, 我們現在開始 好 對 紫薑的水很香 是 醃了這麼久的薑片 沙律醬沒所謂 你覺得自己喜歡就行了 對 酸薑其實不太酸 是 稍微酸, 我要加一點白油 好 好, 現在混合紅椒粒 這個醬完成了 待會兒我們用點軟夾式 然後這個時間 把皮放在底部, 炸一炸 這個可以 現在這個動作 我們就… 不要讓它過溫, 保持著 淋麵包糠 只要淋脆的麵包糠 對… 皮呢, 我們又要淋它 好, 現在我們先翻底部 在麵包糠 是 麵包糠又差不多了 稍後會慢慢… 再深色多一點 從圓著上去, 因為煮起了 一次它會炸下來 是 然後我們要整色做水 對 加些攪拌 現在很流行 對, 寶哥跟我說 現在中式也會用 有些水果花 都沒分的 這個醬就是我們… 是, 放一點點 放一點點下去吧 點序一下 OK 寶哥這個江南香草乳鴿 將隻鴿拆骨起肉 公駕十足…